哪怕这个病人他还有一丝生还的希望 我们也会付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全力抢救 近日,湖北闲宁市17岁女孩小宇 服下一整瓶腰务后陷入深度昏迷 临床进入脑死亡状态 悲痛与绝的家人一度想到要捐献器官来延续女儿的生命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吉春兰 为争取最后一线生机 紧急联系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重镇医学二科医护团队 携手奇迹般唤醒年轻的生命 吉春兰4月27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作为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 虽然家属已经签署了器官捐献协议书 但是不放弃任何一个生命 尽最大力量去救治患者 才是摆在医护人员面前第一位的事情 我们在每发现一个潜在的捐献者的时候 我们第一步做的就是对这个患者的病情 做一个全面的评估 并不是说一去发现它是潜在的 就放弃治疗 所以说我们不会为了救几个病人的性命 而放弃一个人的性命 抢救期间小宇全身抽搐 随后又突发呼吸心跳骤停 紧急实施心肺复苏后 心率虽恢复正常 但依旧深度昏迷 脑干反应消失 且无法自主呼吸 具备临床上判定脑死亡的标准 想为挽救年轻的生命 做最后努力的吉春兰 建议家长将患者转往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二科救治 看能否博得最后一线生机 他脑死亡判定也是有一定的标准和技术的 我们最终要多次做脑实验的一个确认试验 确认试验以后 看他是否达到脑死亡的标准 才能诊担为脑死亡标准 所以说这个小女孩 我们先过来是抢救为主 所以就没有做这些进一步的诊担 如果说在我们抢救以后 效果不好 确实还是在临床保诊上 那个基础上我们还会做下一步的确认试验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二科主任于锥 带领团队火速研判病情 发现患者虽发生心搏骤停深度昏迷 但当地医院心肺复苏抢救比较及时 考虑到患者是因服用大企量药物而昏迷 而药物本身对患者意识具有较强意志 凭借多年危重病救治经验 于锥教授认为患者还可能有生还希望 需要在排除药物本身作用后 再进行脑复苏评估才更具科学性 来了之后呢 我们就是采取的双重血浆置换 联合血液灌流来治疗的 通常情况下的话 如果血浆置换的这个血浆量是足够的 能够完全的把它的血浆置换一遍的话 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再做这个血液灌流的 因为血浆的来源非常紧张 只有六只筹备到了六百毫升 所以我们后来就加注了血液灌流 在重症医护团队的全力救治下 两天后小宇奇迹般苏醒 并成功脱离呼吸机 拔除气管插管 经过严格查体和影像学检查评估 暂未发现神经系统后一阵 目前小宇父母已经带着女儿出院返家 他这个主要是得益于就是在指示下发生的心波咒停 然后复苏的非常及时 初期的复苏非常及时有效 然后后期的话这个推测啊 这个药物中毒的中毒的这个药物清除是比较彻底的 没有后遗症没有后遗症 他最后给我们送紧起来是跟他爸爸一起走着走着过来的 鱼锥提醒试药三分毒 一旦发生药物误服过量或者中毒情况 应尽快送医抢救并尽早催吐或者洗胃 同时时刻严密观察患者呼吸和脉搏情况 必要时给予人工呼吸和胸外按压 尽可能缩短大脑缺氧时间 若药物已吸收进入血液 即使有效的血液灌流吸附和血浆置患来清除药物 是拯救生命的关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